現場出動大批快打警力 直接一名男子頭部 已經被救護人員包上紗布 驗神呆滯 連要起身走下樓梯都十分吃力 在一旁相當著急的是他的女朋友 在現場急著跳腳神情緊張 一路看著男友上救護車 才跟著員警匯派出所 只是男友怎麼會被人拿球棒毆打 然後那個是不是 好像不是 幾個有幾個 四幾個環境都叫起來 叫得出來名字嗎 叫不太出來 叫不太出來 就不太熟 女友在一旁說自己跟對方不熟 似乎還在裝傻 但動手的根本就是他閨蜜的男朋友 而原來22歲的張姓男子 跟20歲的蔡姓女子 兩人是網戀交往了兩個月 交往期間女友發現 她還在跟前女友糾纏 跟閨蜜哭訴 22號晚間 跟男友相約在英國領事館約會 男友還特地從桃園復約 原本以為會有場浪漫約會 沒想到被女朋友的閨蜜男友打拳豬頭 因為感情糾紛 然後跟朋友抱怨 然後抱怨完以後 那個朋友幫她出去 打她那先人的男友 路口監視器拍下女友閨蜜 跟男友打雙人後離開現場的畫面 警方逐一通知他們到岸 這下為了替閨蜜出氣 出手教訓滑心男 結果反倒遭提告傷害 警方將四人依照傷害 跟強制罪法辦 TBS新聞 五獸龍 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